三元二 两栖类的演化 让我们来看看两栖类是如何演化出来的 两栖类起源于泥盆纪 当时陆块聚集在一起 经常降雨 陆地开始出现淡水环境 鱼类是两栖类的祖先 在泥盆纪初期 有一群生活于水域的鱼类 拥有肺可以在陆地呼吸 其有中轴骨骼可以支撑身体 让它们在陆地上移动 这群鱼类就有机会离开 拥挤充满天敌的水域 上岸来到有很多大型蕨类植物 及湿地可以栖息 也有很多昆虫 让它们觅食的新天地 这群鱼类演化出两栖类的祖先四株类 例如强异鱼 外形还是很像鱼 主要在水域生活 鱼食园是最原始的四株类 拥有四只可以在陆地生活 原始的两栖类的前肢 及后肢的骨骼构造 和肉骑鱼类的骨骼构造 很相似 注意看看原始两栖类的前肢的 弓骨 齿骨 及脑骨的排列方式 和肉骑鱼类很像 后肢的骨骨 肥骨及颈骨也是 现身的肉骑鱼类 有肺鱼及枪鸡鱼 到石炭纪末期 纪白俄纪早期 出现各种断锥木四株类 陆漆性的种类体型比较大 身体强壮 水漆性有些长得像鳄鱼 身体平扁 有些则有外塞 幼体就具有生殖能力了 断锥类可能是现代两栖类的祖先 有群夹椎类 四株类 体型比较小 生态习性和现代两栖类很相近 有些在陆地生活 有些四肢退化像蛇 有些在水域生活 用尾巴帮助游泳 最早的蛙类化石是 两亿四千五百万年前 出现在马达加斯加达岛的三叠蛙 骨骼构造类似现身的蛙类 但眼眶比较大 前肢五指 脊椎骨比较多 后肢比较短 没有尾杆 具有尾椎 而两亿八百万年前 在美洲发现的蛙类化石 和现代蛙类就很像了 五族类出现在 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的北美 仍具有弱小的四肢 尾尾类也出现在 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的 北美及欧亚大陆 表现代蛙比较大陆 有点海测 着欧浪